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阻止莫一怀 莫连城和刘伤带着大队人马攻打莫一怀 此时的莫一怀因得到震魂猪的力量 所以刘伤和莫连城两人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 最后刘伤为救莫连城被莫一怀一掌打伤 而小谭也被莫一怀抓走了 刘千水见到受伤的刘伤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刘伤和莫连城合体 这样还会有一丝希望保重刘伤的记忆 为了小谭 莫连城决定让自己和刘伤合体 莫一怀成为皇帝后强迫小谭嫁给自己 如果小谭不答应 静心莫静轩以及他们身边的人都会受到牵连 而小谭为了救下静心 只能答应嫁给莫一怀 就在莫一怀和小谭大婚当天 莫一怀扮成下人混进婚礼现场 最后莫一怀还是发现了莫连城 两人再次开战 莫一怀已打不过莫连城再次开启真魂珠 而小谭为了救莫连城 站在了真魂珠和莫一怀的中间 小谭不但没有死 之前的谭二回来了 最终还是谭二救了莫连城 小谭见到莫连城立马亲了上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愛你